产后护理之家有完善的医疗团队 提供产妇完整的医疗照护 医院附设的产后护理之家与月职中心不同在于 产后护理之家必须经过卫福部设定标准 符合所有法规包括住房、护理人员配置 每年要接受督考 我们会希望妈妈在产后护理之家 做产后后续的疗养的部分或是调理的部分 因为在产后护理之家跟其他的月职中心的不同的地方在于 产后护理之家是经过卫福部他们一些设置的标准 就是你要依照那个护理机构的设置标准 去符合他所有的法规 包含那个住房的部分跟一个护理人员配置 还有一些每年都要接受督考 这些法规设置下面你去完成这个产后护理之家的申请 那产妇在这边入住在产后护理之家这个部分 因为有医师跟护理人员的联合照护 还有其他相关的医疗团队的照护 那当然得到的产后护理会比较好一点 那就说在这个部分大家也看到产后护理之家 这个护理两个字就是我们会给产妇一些护理的一个照护 包含是妈妈自己本身 还有婴儿的一个照护上面的一些健康身体的评估 跟产妇的身心灵的评估那会提供他照护 那在选择在医院附属的产后护理之家的好处是 就是刚刚讲的医疗团队很多 那再来就是妈妈跟婴儿如果出现紧急状况的医疗照护 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医院附设之下的产后护理之家 那他的紧急医疗处置的照护就是会比较完善 就是我们可以第一线做处理 那得到一个很好的那个照护 不用说像那个其他比如说你是独立机构的产后护理之家 他可能必须还要在等待那个就是转诊 这个部分有时候可能在照护上的那个延迟 照护上面当然就是没有像立即在医院立即处置这么好 医院附设的产后护理之家提供产妇妥善的照顾 若遇到紧急医疗事件也有完善的医疗团队处理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普高雄采访报导